這個重要的實驗叫滴定 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你做實驗的時候就知道 要一滴一滴下來 我拿一個已知濃度的酸或鹼去滴定 那我知道未知濃度的鹼或酸的濃度有多少 這樣叫做滴定 這個管叫滴定管 長長的 刻度的寫法跟平常相反 刻度的量相反 淋在上面 五十在下面 然後呢 看你撞到這樣倒 相反 然後呢 我們做這個實驗 我們的指示劑是放在下面 我的照片上是真巴黎 你可能當初用的是錐形瓶 所以放在錐形瓶當中 滴下去 顏色變 搖一搖又回來 滴下去 顏色變 搖一搖回來 滴到某一滴下去 顏色變 搖一搖回不來了 就表示你已經做完了 酸鹼 剛好 綜合 所以我們說指示劑要放在下方 真巴黎或錐形瓶中 同時它的顏色改變是突然變色 突然顏色變 突然變色變 突然變色 OK 然後我們的習慣上 我們習慣上是低病管中 放的是已知濃度的 下面的真巴黎或錐形瓶 放的是未知濃度的 你要顛倒放其實也沒什麼不可以 而習慣上這樣做 然後呢 已知濃度的放在上面 下面就放一個未知濃度的 然後那個低病管是有兩種 酸式低病管跟鹼式低病管 因為鹼會溶解玻璃 所以要放鹼的 不可以用都玻璃做的 要改變別的東西 好 要改變別的東西 好 酸式低病管就是低病管 所以如果你的低病管是玻璃的 全玻璃的 那你又只能夠放酸 不可以放鹼 OK 就是低病的實驗 然後綜合以後呢 結果 剛才講過通勢叫做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所以你低病管的這個結果 把它這個錐形瓶的東西倒到真巴黎 把真巴黎放到火上煮 烤一烤就會覺得到什麼 鹽淚 就會覺得到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那有人就會問你那個鹽淚是什麼鹽淚 有人就會問你那個鹽淚是什麼鹽淚 那再說看它放什麼東西 又出來什麼鹽淚 就是有關於酸鹼中和跟低病 Keyword重點是什麼情況下叫做酸鹼剛好中和 心靈脂末素等於氫氧跟離脂末素 注意一下低病這個實驗 我們的儀器的名字 我們動作的方法 實際放哪裡 顏色如何轉變 顏色如何轉變 然後呢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酸鹼中和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課本上讓你去量溫度 溫度會上升 這又是我們跟各位說明 酸鹼中和跟低病